另外为了让游客轻松游台东 台东县政府交通及观光旅游处 特别举办了十大必玩的推荐票选抽奖活动 好评不断的热气球嘉年华是拿下了第一名 可以说是十字名归 而即将展开的金针花季 暑假最热力的原住民部落丰年庆典 则分裂二三名 精彩吸睛的热气球吸引许多民众前来 原先预定65万到访人次也提前的达标 上个月我们办了台东十大必玩的活动 我们从7月11号到25号票选之后 我们在这个礼拜公布了 第一名如大家所想象的 就是台湾国际热气球节 第二个就是我们金针针的系列活动 第三名是我们台东原住民的系列活动 这整个票选里面流量有将近5000多则 有效的票数是2063则有效 那我很高兴说在整个十大里面 中古区东海岸区南围区 连市区事实上在整个参与的活动 来台东闭碗的活动里面 活动非常的完整 那各个来到台东的游客都到台湾台东 各个乡镇的活动都有去参与 也都入选 我想这是很大的很好的一件现象 台东县交官处在粉丝页 进行为期两周的票选活动 累积近5000则的留言分享 受到游客喜爱的热气球贾连华 毫无意外的拿下票选第一名 由于县府今年的策略成功 让游客追求的人次再提高 县府也说明原因 2018年台湾国际热气球节 我们在8月6号统计 已经有65万人次 跟同时期的热气球节 48万成长将近三成 那这热气球节人数这么多 我想归结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前到 香港去做推荐会 让我们的整个热气球里面 能趋劲更早的露出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造型球 大概有39颗来 那我想这是非常吸引大家的一个原因之一 今年的热气球贾连华将在13号结束 交官处也呼吁民众把握最后的时间 到访台东看热气球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